大家好,我今天又和大家分享炒一個 還有壁蘇士椒炒青口 材料有大約一磅多一點的青口 那些青口最好去超級市場買 不要散裝的 最好買有半邊殼的 那個牌子最好是紐西蘭出的 因為那個青口又大 夠肥又飽滿 炒起來就漂亮很多 又不怕收身 材料有紅色的燈籠椒 有三個青椒 為什麼我不找燈籠青椒 我找這些青椒 這些青椒炒出來爽甜很多 我介紹這個味料 半茶匙米酒 三分一茶匙蒜蓉豆豉醬 半茶匙醬 半茶匙醬 半茶匙糖 一茶匙粟米粉 四湯匙水 那你那些青口買回來 你最好解凍之後 每一隻 就用一個剪刀 在殼下面剪刀 就剪一剪 就走了出來 那些青椒 那這些西蘭的青椒很漂亮 直接去剪刀 那你曬乾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 就是 這裏呢 就分開了一點點蔥 有 有那些 海草 或者什麼 那你可以就剪刀 海草 也很工智 那我這些已經做好了 那我就是 一、兩隻 那你如果煮的時候 那你可以 就洗乾了 它會更工智一點 那我現在買了 這個黃色的燈籠椒呢 那你就清洗了 它就OK了 那一工智少許 那我就三個青椒 然後 三個 一小時 去洗工智 那你那些青椒呢 那你現在就切開它 摸了一點點 拿出來 那這些 你用一個匙巾呢 一滑它就走出來 因為你這隻青椒炒 就很脆口 那你煮好之後呢 那你煮好之後呢 就拿一個 廚房子抹一抹 它 乾燥一點點 那你這些 落到落小就 就由得你 有時候喜歡的 那樣 那些青椒就 那些青椒就 有些水燒開了之後 就煮一煮水 那些青椒就 就煮一煮水 那炒起來 那些青椒就 那些青椒就 不會觸水 又不會觸水 又不會比較爽身一點 那你放進去就不要大滾它 差不多是 浸一浸 就兩三分鐘 那你 那你煮一煮水 那你煮一煮水 那它煮出來的水 都是很濃的 那所以 那你煮一煮水 再用冷水 沖一沖 那那個青椒就更漂亮 那我現在就 那我現在就 這裏分幾兩分鐘 就 就 融一融那個青椒 那它就OK了 不要太過濃得太熟 那你現在 走了出來的水 就很濃的 那你 我現在就拿過那邊 就拿冷水沖一沖 它 那你煮一鍋 就很濃 那這樣 就變得很濃 那你煮一鍋 過一下冷水就OK了 炒一爆炒 爆香就香好些 火腿已經熟了幾層,不用炒太久 再放幾個蒜片炒青椒 炒一炒青椒油,加入醬汁 然後加入青椒油,攪拌一攪拌一攪拌 炒出來後,青椒油,青綠色不夠,炒到很熟 炒成這樣 我已經做完了,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試一下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囉 啦